哎 你看 婆婆 我来帮你拿东西吧 要小费 我可能有啊 我这儿不需要小费 也会为您服务的 婆婆 你是不是走错地方了 我们这儿很贵的 我车站那边有很多便宜的旅馆 没错 我就住这儿 婆婆 我来帮您帮您入住 您把证件给我一下吧 跟我来 姑娘 你叫什么名字 婆婆 你叫我米卡就可以了 米卡 走吧 我带您去房间 婆婆 要是有什么事的话 可以给前台打电话 好 姑娘 你在这儿工作了多长时间呢 六年了 六年了 一直干前台啊 哎 婆婆 电机来了 我们走吧 哦 米卡 我先走了 你也早点塞包啊 好 拜拜 反正明天也要辞职了 你体验一下顾客的福利吧 哎 哎 姑娘 哎 婆婆 这么巧啊 姑娘 你该不会是这个酒店的高管吧 我在这个酒店六年了 早就做到高管了 只是因为 有些事情没处理好 被打回前台了 怎么 得罪你们的领导了 姑娘 你要是不介意的话 能不能 给我老太婆讲讲 是怎么回事啊 反正我明天也离职了 跟你说也没事 走 谢谢你啊 婆婆 我明天就要离职了 我收拾东西去了 你再多练会儿 哎 姑娘 等会儿 我觉得你啊 是个人才 在酒店管理方面非常专业 要是以后 我经营酒店的话 一定用你 行 婆婆 您将来办酒店 我一定来给您当前台 走了 那咱们可一言为定哦 拜拜 就这么走了多可惜啊 想当初你可是咱们 好了 那都是以前的事了 没必要了 想清楚了 再清楚不过了 此处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 走啦 米卡 哎 婆婆 什么婆婆 这是董事长 我也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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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